好,我们一起来讨论周易 理解周易的关键在理解乾坤 所以呢,我们这里集中来讨论乾坤的问题 那么在讨论乾坤问题之前 我先交代一下 那么我研究这个问题的 那么一些背景 或者说,那么我研究的它的一个根基 我对乾坤问题的思考 大体基于一下几种洞见 第一种是金月灵的思路 金月灵在论道中 以形式,也就是式,质量,也就是能来解释道 尽管是没有直接设计乾坤 但是对理解乾坤启发极大 在论道中,金月灵从道士式能出发 认为呢,式肠静,能肠动 式肝,能柔 式阳,能阴 式血,能活 式呢,是一个静止的架子 而能有出入 这是金月灵的思路 对我启发很大 第二个是熊石栗的思路 在乾坤眼中 熊石栗把钱解释为生命 是精灵,有刚健,生生,昭明等性 昏呢,为智,为能 有柔,暗,必摄,很性 两者不是二五 而这是本体的两个方面 两者并非平等 前主导昏 红色昏 昏呢,则顺从浅 第三个思路是金锦方的思路 金锦方是做历史研究 历史学家 他认为周易守钱是昏 是周到尊尊的反应 钱存阳,昏存阴 暗者共成一个矛盾统一体 贼认为乾坤之钱是太极 第四是 陈思泉的思路 他说 尊者独一为无万 盖于钱源为一切创化之实 他说 乾坤者 时间空间也 用时间空间来解释 乾坤 钱是时间 坤呢,为空解 这四种思路 都非常有意思 陈思泉与时空视乾坤很有心意 但是呢,他有他的问题 第一 以时空视乾坤 与乾坤视时空 两者并不是价格 周易与乾坤视时空 最终以钱是时空 贯彻了钱为深化之本的理由 但是 陈思泉 以时空来诠释 乾坤 实陈思泉与周易 完全编导 第二呢 以近现代物理时空视乾坤 无论意义上 我们知道 以周易的时空 完全错位 至于金里方的思路 他立足于周到尊真 皆是乾坤 非常具有历史感 尤其是金里方比较了 坤 这个 归禅呢 就是商之意 以坤为首 因此 我们再回到周易来看 以钱为首 他所彰显的价值的根基 价值的秩序 所确立的意义 打开了无穷的理论想象空间 但是金里方用矛盾统一体来解释乾坤 竟然认为六十四卦之首是乾坤 不仅是乾 事实上 事实上 这又与周到尊尊的历史的精神又有所出入 那么 雄实力以精神物质的框架来解释乾坤 对于皆是易的 深深的品格 确实有很多高明的地方 但是他的主要问题 第一 是以浓厚的目的论 把天地万物生命化 实际上人为拔高了无生命之物的层次 也意味着降低了生命的门槛 第二 把乾坤作为用 在乾坤中设置了实体 尽管富有理论的创建 但无疑弱化了 乾作为创生资源的地位 但金月琳用 治疗因 用四合能 那么这个思路来 把握到 理解到 诠释到 以治疗因作为动力因 在我看来确实把握住了易的 血脉 不过呢 他认为 四肠静 能肠动 四肝能柔 四阳能阴 四险能悔 这些表述 使人联想到 商代之意 也就是 硅肠的传统 而不是周易的传统 当然这个框架我觉得很有意义 因此 仿造金月琳 这个说法 用形式资料说乾坤 我们的表述则是 潜是能 是动是刚 坤呢 是是是 是静 是柔 因此 从这四种动念出发 我们重新来理解周易 可以 简单的把他的思路表述无下 作为周的意识形态 六十二卦 可归结为乾坤 两卦 坤卦呢 又最终可归结为乾卦 或者表述是 乾呢 为生生之源 也就是说 潜生坤 潜坤交通 六十二卦 生眼 潜为能 为智 为体 坤呢 是能自体的凝结 而成的形式 潜洞 坤静 具体说 潜之洞是 潜呢 不断的向上洞 生疼不已 富有热力 为阳 它不断的涌现 不断的失语 坤呢作为融物的架子 随顺乾 还动 接受 并给予生疼不已的 热力 以具体的形式 从来 协助乾 完成 生生之得 那么 乾坤从哪里来寻找 当然 我们 在 这个 讨论乾坤之前 我们有必要区分 就是 周易 分两部分 一是《易经》 一是《易传》 《易传》对于《易经》 当然有其内在一致之处 但是 我们这里要 提醒大家的是 《易传》 它有自己独特的观念 它和《易经》 有 内在的差异 因此 我们首先做的区分就是 《易传》不等同于《易经》 《易传》的思想 《易传》的精神 《易传》的精神 不能等同于《易经》的精神 《易经》 《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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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理解周易 那么去理解《易经》 我们首先要做这样一个区分 把《易经》和《易传》做个区分 但是 我们说《易传》 很多的思想 对于《易传》 又没有帮助 比如说 《易传》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六十四卦 都是用阴谣、阳谣来表述他的思想 所以我们要去理解乾坤 首先要回到相,就是卦相 回到乾坤之卦相,来理解乾坤 乾坤之相 它的相是纯阳,由六个阳阳构成的 这个一个卦相 这六个卦相,易经的解释是初九 因为九表达的是阳阳,六是阴阳 他说,初九浅龙,勇用 九二,陷龙在田,力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前前,西气若,力,无救 九四,过月在渊,无救 九五,飞龙在天,力见大人 上九,抗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急 我们来好好看看这六个瑶池 六瑶池是要把握这个乾坤之相 浅龙,初九浅龙无用 这个浅是什么意思呢? 事实上,作为开端的浅 他说表达的是,作为开端的浅 一直都在 他不是因他者而在 或者由他者创生 浅不是无,而是有之浅 是尹 我们今天的表述就是未出场 从初九到九二,大家看 由浅到县 由田,天地 这是浅运行的一个方向 他不是从无到有的被创造 所以从初九到上九,大家看 从浅龙到县龙在田 到霍又在渊 到飞龙在田 大家看 这表达的是浅的运行的方向 那就是由浅矮田 由田矮天 由下矮上 这是浅 这是洋瑶的运行的方向 所以初九之浅龙 作为天地万物开端的开端 这个钱不是刻意的引福 而是深深的扎根与寒长 长养充足的力量 涵养渐性 这样有足够的涵养渐性 才能够以月飞 以创生天地万物 inici亦促香 同时由元亨力真 Phase灿亦生腾 影响成爵 那么九爱 所以献龙在田 展示的那是 他初显的姿态 力量与光辉 失与万物 比如说前相说 得失谱也 自从谱失与万物 根底深厚 不断生腾 不断创生 有地至人 比如说九三 君子终日前前 我们说这个六谣之中 下两谣是地之位 中两谣是人之位 上两谣是天之位 所以不断创生 有人至天 有地至人 有人而至天 九五所谓的飞龙在天 在天而统天 而创生万物 所以钱的炭 大家看所谓万物知识 就是不断创生万物 钱渐进 不断地游下 向上涌现 生衡 由钱的力量 创生 带动主导 为天地万物 得以生 得以动 钱的力量 主导着万物 一切皆由钱所主导 给万物灌注着生命 钱之外的卦 也就是坤卦 和其他六代卦 因获得钱的力量 得以生 所以由浅 爱 现 由田爱天 生恒不已 爱献诸 钱之诸德 钱德就是 或者叫他的俗性 为阳 为热 为尊 为私 于 为父 为有余 为刚 关于钢柔 事实上我们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老子的传统 是崇尚阴柔 而贬义 钢强 但是周易的传统 恰恰是 以钢为父 为友 为尊 当然回到钱广 钱是六摇 以龙 来称六摇 龙有名有行 有名有智 但是无行 有鬼 无忌 它运行 自下 而上 有地 而人 而仙 所以叫有鬼 但是呢 无忌 没有迹象 可取 纯钱呢 我们说是 热力之生能未已 它的其 极致 就是抗龙 也就是 极刚 极高 极热 极有余之热力 热力 升腾 实际上是 私与创生 私与创生 需要一个 纯粹的接受者 这个接受者 当然也是 钱本身 所私与创生 这个纯粹的 接受者 也就是 坤 所以 大家看 钱之断转 所以大载 钱源 万物之石 来天 作为开端之开端 钱源 首先私与创生了 坤源 这是钱本身的 创生的内在的要求 坤之钱有钱 而钱之钱 无物 那我们来看看 坤相 我们同样可以 由坤相来 把握 坤卦 坤相不一 皆有名有行 有鬼有计 而这歌 钱有鬼无计 不一样 那么钱矿 就是由 纯粹六个 阴瑶构成 那么 坤的六瑶 初六 雨霜 煎冰至 他六爱 直方大 不起无不利 六三 韩章 可真 六四 扩囊 无旧 无欲 六五 黄上 元吉 上六 龙战欲饮 骑雪 玄华 坤之形式性 大家看 从六瑶中 可以看出来 初六 双 兼兵 双就是 刚刚阶层 那种形式 兵呢 形式就进一步的确定 到了六爱 直方大 到了六三 寒章那个寒 六四 阔囊的 阔 那个囊 六五的皇上 这些双尖兵 乃是冷却凝聚 收射的 史相 而直方大展示的是 点名的是 凝聚的形式呢 已经具有确定的形式 我们照直与取对 但呢 不是静 而是直接直线式的展开 方的原意是方 方形 依照先秦天元地方之说 方是形 必须是地之形 地之德 所谓的狼 所谓的皇上 表明昆治形式性 它不是一个平面性的形式 而是具有包容性 盘色性的 顺程接受之空间 如果说 囊还是一个相对出比的 容物的空间 到了皇上 到了六五 这已经变成一个 水体而才智 容身合体的 完美的 一个容物的空间 一个架子 皇上 大家知道中国人上依下上 按照 前尊昆碑的说法 那么 昆是对应于下 对应于 这个上 所以 皇上 正是昆之最恰当的像 我们知道 在中国 传统中 五色之中 皇为中正之色 所以皇上所表达的是 最恰当的昆像 那么这些像 共同构成了 最大的形式 载物之地 所以容物载物 之形与性已成 这开始了顺程 接受 包容 钱那种源源不断 生腾不已的热力 钱是不断的上升 是热力 而昆呢 是不断的凝聚 收射 不断的接受 一瘦一瘦 一刚一柔 一阳一阴 一热一冷 昆虽具有随顺之德 但其包容 包含钱 对钱 这意味着 接受财制 因此 这个上六说 龙占于乙 他就开始包容 开始接受 开始容纳 钱之源源不断的创生 涌现出来的热力 大家看 昆之相 所谓先迷失道 后顺得偿 对于昆来说 不能为先 先则迷 后则得 因为昆以顺承接受为性 昆先面对的是空 顾迷 而昆后 乃是以前为先 顾得 所以 先迷失道 后顺得偿 顺承性 接受性 在昆首先表现为 接受之行事 昆呢 就是阴 冷 为柔 为贫 为顺 为欠缺 为不足 钱刚呢 是源源不断的诗语 昆柔呢 是绵绵不绝的顺承 钱呢 永远的富足 展示为有余 昆永远欠缺 展示为不足 昆 乃是万物创生的必然条件 因为 只有钱 只有这种源源不断的涌现 只有创造本身 还无法创生具体的万物 因为 还没有确定的形式 所以万物不得生 但是有了坤 那么钱之创生 才能真正的现实化 所以有钱有坤 有乾坤之交 才有了现实的创生 乾坤之创造 落实到生 指向生 这就是 周易所说的 生生之意 大家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周易 周易把钱 置为首挂 也就是意味着 把钱作为 出发点 作为根据 作为主导的力量 作为价值的根基 与价值方向 我们知道 以钱为尊 这是周人的 一个基本的观念 以钱为第一逛 这不是理所当然 更不是致命的 无需思考 为什么以钱为尊呢 如果我们把坤 排在第一位 实际上就意味着 以阴为尊 以柔为尊 我们知道 周取代 阴商 以坤为尊的观念 还确立起 以钱为尊的观念 并确立起 阳尊 阴卑的价值系统 也就确立起 周代的价值 价值的根基 价值的谱系 以及具体的价值的观念 这个 以钱为尊 取代以坤为尊 实际上比较 以前的所谓 改正术 异辐射 这种价值系统的确立 思想灵魂的确立 实际上更为根本 更为根本 我们知道以前 下取代商 要改正术 异辐射 辐射 周取代因 也在做这个工作 但是更为根本的是 价值系统 精神灵魂的确立 以钱为尊 随着钱的确立 实际上六十四卦 也就有了灵魂 钱被当做了创生之源 万物之根据 以前开始 不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开始 而是一个历史的开始 是一个特定价值系统的开端 它既是一个开端 同时也是一个主导的 方向性的力量 钱是开端 与根基 钱之前 没有我们熟悉的 神的存在 没有先天者 没有先前者 这也就拒绝了神 拒绝了鬼 拒绝了上帝的威势 或者说 地 鬼 神 都被纳入了这个世界 都根基于这个世界 根基于钱 钱是开端 也就是创生之源 它本身具有创生的动力 它的动力不在外 就在其自身 就在根基与开端之中 钱生完万物 并没有即刻的侧身而退 还是贯彻于万物之中 用我们的熟悉的卦象表述 就是钱就在六寨卦之中 从预像上来说 从双到囊到黄上 透露出昆是逐渐生成的性质 昆卦是完成 它的形式 不是先天生成 而是逐渐的生成 由于钱的私语 昆不断生成 因此我们不能说 它是和钱同时的 没有和钱具有同时性 昆来钱所促成 昆透露出来东西 极尾之质 其象却清晰 大家看昆初六之象 所谓因始宁也 这是透露出来昆的生成性质 始宁 也就是说昆并非先前者而在 而是后钱而生成 并非有一个独立于钱的力量 因开始凝聚 而是说钱之涌现 开始凝聚而成因 归根到底 昆来钱道之一变化 这个义传说 钱道变化 各种幸运 也就是说钱呢 不断地流动运行 释放 用义自己的语言表述 就是元亨利争 所以元就是元初 也就是开端 也就是根基 所以春阳四照 新生命涌现 新轮生命开始 亨呢 是通达伸展 是钱的展开 也是万物的展开 历史完成 真是收场 真不是结束 而是一种保存 蓄积浅尝与酝酿 元亨利争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天行见 从元到真 又到新的一元 这是一个循环开放的过程 无始无终 钱元 而由昆元顺成之 钱亨 而由昆亨顺成之 钱利 由昆利顺成之 钱真 由昆真顺成之 由钱昆之 元亨利争 利争 既由天地万物之 元亨利争 创设钱 作为首卦 本身就给出了根基与价值的秩序 把钱置于昆之钱 作为出发点 与生生之根 这不是一个平面的 横向的世界图景 而是一个纵向的秩序 钱是开端 是领导者 钱的精神力量贯穿于其他六十三卦 贯穿于天地之间 钱之前已经被抵挡干净 无神 无地 无物 钱本身就内润着 持续不断的创生力量 他是自己给予自己 是自身力量的源泉 并且推动昆 万物的流动转换 作为一个主导者 一切的力量都内嵌于钱 自身之中 钱为了生物而创生昆 同样为了生物而与昆交通 不过 其生昆与昆交通 皆由钱自身主导 戏词说 钱坤其意之闻 意之运 意之闻 意之闻之重要 乃在于两者交感 才成就万物 钱坤交感 而有生生之意 将生作为钱坤确定的目的 持乃意之真正的观望 今天人可能会觉得 意经有目的论的玄色 不过 意传的作者就提醒我们 离开这种目的论的玄色 它的归宿必然是虚无 是毁灭 是无意义 所以 戏词说 钱坤其意之运 钱坤成列 意利乎其中语 钱坤毁 则无意见意 意不可见 则钱坤或几乎 息意 诚然 有钱无坤 则有事欲 而无顺承 生疼不疑 而不会凝聚成物 如此则现实世界不存在 有坤无钱 有凝聚无事欲 则现实世界亦不存在 好 这是我们 钱坤 第一部分